来看看新闻网 幻想症的硬材 高调地为某品牌孕妇装代言 发布会现场再次让记者 见识了她的火爆和直爽 在我还没有怀孕的时候 先找我来拍 然后等于就是 先预祝我马上会怀孕成功 然后变成一个美丽的孕妇 接下来的时间可能就是准备 准备能够穿上孕妇装 所以基本上工作会浪漫 然后继续做个美丽的孕妇 不仅提前接了孕妇装代言 连工作节奏也难得地放缓 可见应彩儿的决心 甚至连穿衣服都飞紧心机 难怪她自己都自嘲是怀孕幻想症 你今天是特意穿的 这个有一条孕的裙子吗 对 就是怀孕幻想症 穿着穿着就怀上了 虽然如此向往怀孕 但在不久前的访谈中 媒体关于运势的追问 还是让她发了火 活动当天 应彩儿依旧难忍直爽的本性 抱怨被追问的感觉很烦 每一次见到我都是问同样的问题 就会很烦 然后会让就是 会让我的先生压力比较大 我觉得 所以就见到她就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 不想尽还有不开眼的记者 再度问起了相关的问题 果不其然立即遭到了 应彩儿的怒目相向 你自己是比较喜欢男孩还是女孩的 就是我刚刚都说这个问题会烦到我 你还想接着问是吧 结束了电视剧版《肇事孤儿》和网络剧 《女人帮优儿》的拍摄之后 为了专心等待好运降临 英才儿的工作已基本停摆 不过这可不是指下决心那么简单的事 经纪公司对这样的安排就小有不满 但英才儿似乎完全不怕 因为有老公陈小春撑腰 就是我很兼职的不拍 但是经纪公司就是很耐心勇的 所以经纪公司就很想要拍戏 但是我就是打死也不拍啊 怎么样 摇我啊 小春有没有就是也阻挠你拍戏 没有 小春就说就他拍就好了 我就在家闲着 尽管漫长的休假还没有正式开始 但应彩儿的忙碌似乎已经先行一步 近日正希一接受男友求婚 热心的应彩儿已经在盘算 要向好友传授半婚礼的经验了 虽然我的经验不是说太丰富 但是至少就是举行过婚礼 我觉得大概可以告诉他一个方向 就是怎么去订购婚纱啊 怎么去订酒店啊 然后应该怎么样排位置啊等等 不过不知道英才儿 会不会连自己的孕夫之道 也一并传授呢 因为他在家中的地位 可是令不少女人都非常羡慕的 他可以先做主 然后最后的决定 我在就是审批 好 新闻在线杭州报道 每天先看住 收棗 收棗